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上帝吻了杨子的脸,却忘记了他的手,看清手布特写照,辣眼睛。 最近一段时间是影视行业的寒冬,很多知名演员都接不到好的剧本, 比如迪丽热巴就自爆已经7个多月无戏可拍了, 杨幂更是只能拍公司的自制剧,因此还引得粉丝们手撕加行传媒。 不过对于好演员来说,即便是好剧本少之又少,他们也有很多的选择权, 比如最近两年因为演技高而爆红的杨子,他演技好深受各大制片人的喜欢, 还因为长得乖巧可爱,被网友说是上帝吻了他的脸, 不过杨子的外表也有一定的缺点,当大家看到他手部的特写后直言, 辣眼睛。 杨子近期正在剧组拍摄《余生请多指教》, 男搭档是人气与演技具备的肖战,不出意外的话这部剧会在2022年的暑期播出, 有这两位实力派出演,很有可能会再次掀起一阵收视率狂潮。 与此同时杨子参加录制的中餐厅和主演的电视剧《我的莫格力男孩》也正在播出, 可谓是话题和曝光度兼备。 杨子近几年爆火的作品全都是偶像剧形式的, 搭档的男主角也是邓伦、李宪和任嘉伦这些男神级别的人物, 他们的女粉丝超级多,如果是一般的女演员和他们搭戏, 一定会有粉丝吐槽女主角不够好,但杨子却是一个例外, 大部分男演员的粉丝都希望自己的偶像可以和杨子合作, 因为他除了演技好可以带火男演员之外, 还长得一张人续无害的脸,观众在看剧的时候很容易有代入感。 杨子的长相和娱乐圈其他的明星相比并不算很好看, 既没有迪丽热巴的时尚,也没有正爽的清纯, 但他不管却不管饰演什么角色都很入戏, 和任何一位男生搭戏都没有违和感, 所以杨子的可塑性非常强, 简直是被上期吻过的脸。 杨子自己也对他的长相很满意, 但唯一让他难过的就是身材了, 他属于一胖体质,很容易长胖, 为了漂亮用尽了各种办法。 倒弹身材胖了可以剪, 手胖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杨子自爆最瘦的时候只有90斤, 脸都瘦脱香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他的手还是胖乎乎的, 尤其是当镜头拍到手部特写时, 更是让人表示辣眼睛, 这样肥肥美美的手, 就像是婴儿手一样。 对于上帝吻了杨子的脸, 却忘记了他的手,看清手部特写照, 辣眼睛。 27岁杨子亮相出镜间, 现场来不及P图, 生图显现了真实长相。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明星每一次出现在镜头之前, 都是会经过一轮的包装, 从浮化道到妆容, 工作团队全部需要好好修理一番。 然而,不是所有团队都能像赵丽颖工作室这么用心, 就好比如杨子, 在近日他就出席了线下活动, 可是造型师却愣是将杨子身材缺点放大, 大家要知道杨子是圆肩, 整个人看起来会显状, 但是造型师愣是选择了裸肩, 莫非这造型师是对家派来的? 这不, 在当天出镜结束后, 杨子粉丝就不淡定了, 反而直接找到造型师, 然后粉丝开始隔空质问造型师为啥这样不用心? 说实话, 也是因为这造型师忽然放大了杨子的身材缺点, 从而导致越来越多人好奇, 私下杨子真人到底长啥样呢? 其实吧, 杨子这几天不断参加出镜活动, 毕竟自从青簪行杀青后, 杨子就多了很多空闲时间。 然而第一场出镜, 杨子造型引起粉丝吐槽, 但是第二场出镜开始后, 大家却被杨子的盛事美颜给迷住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第二场出镜活动中, 27岁的杨子就穿着了泡泡连衣裙亮相了出镜肩。 而且跟第一场出镜不同, 第二场出镜中, 杨子直接将头发全部放下来, 一下子显状的肩膀则是被遮挡了。 而这都不算啥, 重要的是, 杨子这次是泡泡秀的裙子, 因此圆间的缺点也是被遮掩住了, 难怪即使现场出镜来不及批图, 但是杨子看起来也依旧是娇小玲珑, 甚至可可爱爱又软糯。 但这次造型师选对衣服后, 我却在关注杨子的生图模样。 一直以来, 杨子都是一胖体质的女明星, 所以说即便她再怎么瘦身, 杨子脸上也是有软乎乎的软弱。 这不, 这次出镜中, 因为杨子跟粉丝时时互动, 所以说后期P图师傅根本无从下手, 可是杨子却厉害了, 她的颜值完全不翻车。 这不, 很多明星出镜都会显胖, 而杨子也是不例外, 可是她在镜头前更加可爱了, 肉嘟嘟的脸颊, 粉色泡泡秀作为辅助, 一看杨子就有童年记事感了。 只不过既然这次出镜是生图模式, 杨子多少还是有些瑕疵, 毕竟她脸上的黑眼圈 也的确是不容忽视。 或许是青簪行拍了很长时间, 也或许是青簪行杀青后, 杨子还没有好好休息, 就正式来到了下一个工作行程, 杨子休息时间有限, 加上四处奔波, 休息时间不够, 因此杨子脸上有黑眼圈, 其实我也是能理解。 毕竟当下年轻人谁还没有一点黑眼圈了, 但恰恰是杨子的黑眼圈, 大家就会清楚, 杨子的真实长相也一样很上镜。 总之, 对比两场出镜, 杨子只有两个缺点, 肩膀显状, 黑眼圈藏不住, 其余肌肤问题几乎没有, 可以说杨子的真实状态能达到八十分呢。 你们喜欢杨子吗? 杨子最新私服生图曝光, 一袭粉色泡泡秀连衣裙, 清纯少女感十足。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对于杨子都不陌生, 从小就作为童星出道的杨子, 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出演《家有儿女》当中的下雪了吧。 去年由于一部甜蜜偶像剧《亲爱的热爱的热度》迅速飙升, 已经长大成人的杨子如今也变成了一位大美女, 她的脸颊稍微有些圆润, 微笑的时候会露出两个酒窝, 一瞥一笑之间散发着优雅。 无论是气质还是颜值上, 都算是一位大美女了。 杨子的脸似乎有一种婴儿肥的感觉, 作为90后小花, 有着这样标志可爱的脸也是让观众们的印象十分深刻, 而且她的脸在娱乐圈当中也是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无论是在《家有儿女》当中, 还是《湘蜜沉沉浸如霜》、 《亲爱的热爱的》等等影视剧当中, 她都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过人的颜值获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一组杨子的最新私服照片, 从照片当中我们能够看出, 杨子身穿一泡泡秀粉色连衣裙出镜, 这样的搭配在夏季来说简约大方, 同时又能够给人一种阳光的少女气质。 搭配上她的青春少女气质, 能够衬托出一种少女的活泼和俏皮, 而且裙子的修身设计, 将她的身材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 时尚气质十足。 从对比娱乐圈当中很多女明星角度看, 杨子属于不是骨感型美女。 虽然身材不是那种特别让人惊艳的, 但是也算是比较苗条纤细的身材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顶好身材, 也可以在娱乐圈混出一片天。 这样充满肉感一点是属于杨子自己的美。 有很多的男人都不太喜欢太过于骨感的身材, 反而对于这样的有肉感的身材比较喜欢。 而且杨子的五官长得也是十分清秀, 水汪汪的大眼睛,高耸的鼻梁, 樱桃般的小嘴也是十分可爱。 其间的头发非常柔顺, 白皙的肌肤搭配上凹凸有致的身材,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女性迷人的魅力, 真是让人看上一眼就未知沦陷了。 这一袭粉色的泡泡秀连衣裙, 将她的清纯少女感张显得优雅迷人。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